Lana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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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觀眾大家好 又來到問問Dr.Hook的時間 今天就和大家講一下 家裡有四種不同的用品 是經常都會被人忽略 不記得定期要去清洗一下它 而導致你的身體會出現危害到你的健康 那是哪四種呢 首先講第一種 就是你的雪櫃 其實雪櫃你應該要每一個月定期清洗一次 清洗方法非常簡單 你把裡面的食物全部拿出來 然後用中性的清潔劑去抹一下你的雪櫃 然後你就可以再放一些東西進去 如果你的雪櫃有藍紋的氣味 你可以用我之前教過你的方法 或者用一些茶葉渣或者檸檬 去抹掉那股怪味 好了到第二樣東西 就是你的洗衣機 原來洗衣機是都要清洗的 大概兩個月你就應該要清洗一次 清洗方法非常簡單 其實你就開滿了水 然後就放些少許的梳打粉下去 然後讓它攪拌 然後浸大概半個小時 然後把水放進去 再煮多滿一缸水 然後再加少許的白醋 又是一樣 讓它攪拌 然後大概浸60分鐘左右 你的洗衣機就會清洗完畢 然後到第三樣東西 就是你的冷氣機 冷氣機當然你要定期清洗隔塵網 但是大家經常都會忽略 其實你的冷氣機過了一個冬季之後 有一個很長時間沒有開過 其實你都應該要去洗一洗它 尤其是現在這樣的季節 每一個月你就應該拿隔塵網 一起去清洗一下你的隔塵網 如果不是就很容易積聚這個細菌 去到最後一件事 就是你的槍砂 其實很多人都會遺忘了它的 但是槍砂就是和你家 與外界的第一度防障 所以其實槍砂的表面 是滿佈灰塵和細菌的 所以你起碼每一季都要拆了 槍砂出來去清洗一次 如果你的槍砂是在廚房的話 你還需要去用一些洗潔精 可能要去抹一抹它 為什麼呢? 因為它有機會有油漬 所以記住 定期要清洗一下這四個不同的家庭用品 好了 今天問問多偷的時間就到 問問多偷 宜蘭逐個足 拜拜